感谢主人自我平安的心 来到你的店中 敏尝自己的经历 记得自己还是小朋友的时候 遇到困难 一直为了确定地向上天祈求 那时候的我一直相信 上面有种神秘的力量 能听到我祈求的声音 能够帮助我 只是连弱的我还不明白 这一次次 帮助我度过难关的力量 来自全能的天赋 直到十一年前 高中几位远塑老师向我传福音 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基督教 可惜的是我并没有立刻有感动 反而是提出什么问题 希望能够被解答 直到九年前 大学时期 再一次有位老师向我传福音 虽然当时我没有立刻觉知 但发现已经没有 向主前那样的踩射 其实回头看 天地子在我的生命当中 只是我并没有立刻训练 感谢主能让我遇到重天的地属姐妹 能够通过不同的老化里来认识你 感谢主在我生命的每个阶段 能让自己的经历来经历你 感谢主在我觉得人生失去色彩 世界不在明亮的时候 不知如何继续前行的时候 为我开始了一条通往希望的道路 让我有机会来到这个国家 开始一段新的旅程 虽然在这新的完成当中 不见得周围事实顺利 并且一切需要从临开始 每个遇到各种的困难和挑战 但在这段日子里 我渐渐地学会了将自己 仰望的招作给主 因为体会到人的力量 其实是那么的有限 过去太过于专注自己 或周遭的环境 常常想靠自己的能力 去战胜困难 但现在明白 其实唯有单单仰望 正经在神 你靠在神 才能得到胜过苦难的能力 感谢主不成 因为我是罪人而放弃我 而是一次又一次带领我 让我意识到自己需要去感受 爱担忧 爱住我怀疑的习惯 因为他说 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 一天的懒数一天当之够了 感谢主要我明白 在遇到困难时 要刚强不要软弱 要奋斗不要逃避 因为他说 在做试探的时候 总要给我们开一条路 使你们能忍受忍住 常常有人问 他命名基督徒会怎么样 和常人有区别 对于我 不是一个完美的人 也会做错许多事情 但神为命基督徒 能让我有心怀向战的心 能让我在做事戴人时 多思考这 是否同神所协认的 并以此 来警戒自己 几何心 才能活出神所喜爱的让识 虽然神为每个人 都准备好人生道路 但其实结局都不是必然的 取决于我们在分岔路口的选择 就求主能与我同行 主在能力所喜悦的互足中 相信在主能看顾保守下 无论是顺境还是命境 或不是白质的经历 是一场真生切切认识族的旅程 一切都是主最好的安排 感谢主赐予我 那么多爱的同家人朋友 弟兄姐妹 陪伴我成长 陪伴我在认识族的旅程中 留下尊贵的记忆 感谢主 有请魏婷姐妹 来为 来为Jem姐妹打动 谢谢 那我们一起为Jem祷告 我们在天上赴神 主真的我们真的感谢你 主啊真的 我们知道我们是个罪人 主啊 知道我们不认你 我们看不见你 但是主啊 真的感谢你能够排除外游药 Jem能来到这里 主啊 我们知道他过去的一些事情 我们知道他的心里的难过和委屈 主啊 但是你还是把他依然 带到了金兰这个国家 让他能够认识你 主啊 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 主啊 我们知道我们要背负你的私家 并不是很容易走的道路 但是主啊 我们相信 你与我们同在 我们并不惧怕 主啊 就保守 真的保守 我建议接下来的道路 主啊 真的有你的同在 主啊 就求你保守他的心 真的是 喜悦你的话语 更多的是 更多的是去亲近你 主啊 就求你让我们更多的弟兄姐妹 能够用祷告拖住他 能够用我们的 更多的时间 能够在他刚刚信主的时候 能够陪伴他 主啊 也请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更多的寻求你的旨意 要在寻求你的旨意的道路上的时候 愿意为你做出他 该去付出的代价 主啊 也请你保守他 接下来的时间 可能是 无论是 学习工作 还有生活 主啊 就求你看顾保守 主啊 也请你保守他 更多的是寻求你 你的旨意 主啊 就求你让他更多的 每天能够通过祷告 通过灵修 更多的明白你的 的话语 明白你 让他行得到 主啊 也请你保守他 让他更多的 从你那来的爱和智慧 去影响身边的人 主啊 也求你保守他 让他更多的 从你那来的恩赐 来去做你神国的事工 主啊 求你看顾保守一切的道路 也求你保守 让他的改变 能够感染身边更多的人 包括他的家人 还有他的周边的朋友 还有未来的同事 主啊 所有的一切 真的交托在恩守 主你的恩守当中 感谢主 叫我奉主耶稣 您祷告 阿们 阿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